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一部好的电影 善于用镜头画面来说话,而不是满屏幕的文字来介绍这件事情的背景 恰好被骚纵的城市就是这样一部用镜头来表达内容 又能让观众理解的很透彻的电影 影片讲述了一个游戏天才 在游戏界黑一壶风唤雨,视察风云 就像是当年的启天大圣一样,无所不能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在母亲的眼里是一个整天有手好行的部位 直到有一天,她在网吧里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也是这通电话,从此逆转了她整个人生 自从这通电话后,她就莫名其妙被认为是杀害这名陌生女子的嫌疑犯 所有的证据全部都指向她,无论她怎样解释,就是没有人相信她 只有她在游戏里面的搭档,惊奇的发现她是被人陷害的 而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三分十六秒里被完美捏造的 于是,游戏里面所有的成员就派上了用场 发挥自己所长,尽力去追查案件的真相 反击这个虚假的都市 电影开场就上演了一段全又最擅长的枪战动作戏 不得不说,战刃化的网络游戏对战 连接了虚拟的二次演示器和现实世界 其特效、摄影等技术表现十分惊艳 给观众呈现完美的视觉大戏 也成为整部电影最大的看点 当男主一觉醒来,已经被警察按倒在地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她就是罪犯 看到这时,我不禁被这种完美的家伙看得目瞪口呆 以及最后结局的时候 当我以为会以悲剧收场 但是突然出现了很大的反转 正邪两股力量的较量 似乎总是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让人看得目不暇接 还反映出数据对这部电影的重要性 这部影片向人们展示了科技运用的深远意义 尤其是这部电影将数据深入到情节之内 而其他电影就是提及数据并没有应用 这也告诉着我们科学技术是把双元件 如果善良的人掌握了它 必定能造福于人类 但如果心术不正的人掌握了它 也必定会陷人闷于水深火热之中 电影最大的成功之处也是编剧的脑洞大开 不再是韩国以前的商业电影或者是艺术电影 而是相虚幻与科技完美的结合 以及高科技的故事情节都是一场视觉生意 男主的演技也是很高超的 从开始喊怨入狱,被遇有欺负 想过要自杀绝望的心态 以及到后面他和游戏朋友一起反击刺激的快感 这些吸引观众的片段都是来源于男主高超的演技 就连导演也说 如果没有你,这部电影也不会拍出来 你就是犬佑 而在观众的心里也永远记住了泉佑的笑容 泉佑开始只是一个成天沉迷于游戏的男孩 可是后来他和朋友一起来反击 影片在宣传的时候也说 被操控的城市是一部很适合年轻人看的影片 影片的意义也是可以被年轻人受用的 有时候我们年轻人会被那些所谓的过来人 当成是朽木或者是无业游民 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自身的价值 就算在他们眼里没有丝毫的意义 但是我相信终有一天 我们还是会证明我们会长成蚕天大树 也能够去帮助身边的人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